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蒙古文化 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其实好像大众觉得说 讲到蒙古啊 或者有时候讲到新疆啊什么 都是会说你们那里有手抓肉吗 你们那里有烤全羊是不是 你们那里喝清磕酒什么的 其实大家都是把一个蒙古啊 新疆啊 新疆的一些游牧民族 或者说西藏啊 把所有的这种游牧民族的文化 基本上打包成一个整体 因为现在他们大家好像也都很互通 你去新疆去玩 他会也有手抓肉啊 也有什么清磕酒 就是大家既然这个大家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元素都加进来 然后变成一个旅游产品 大家更多的并没有把它分开来 比如说哎呀哈萨克的文化是什么什么这类的 哎什么藏族人的文化是什么样子 蒙古族的文化是什么样子 就是分的没有那么细 或者说我们从市面上 我们能接触到的一些资讯也好 媒体也好 或者说书籍也好 就是并没有太多单独介绍蒙古文化的 那之前我有去内蒙古一个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那边的一个 哎呀不是西林浩特 西林浩特那边拍了一个拍蒙古马 蒙古马中有一有一种马呢 被称为铁蹄马 就是说号称是以前 总之是以前我不懂是清朝还是什么 成吉斯汉时代留下来的 说专门负责运输的一个马 因为这个马的脚比较硬 它比较能跑 所以叫做铁蹄马 就是这样 然后现在还留一些种 所以有一个人呢 就有一户人家 他就有一个老人 他真的很爱这个马 所以他留了很多的 养了很多马 出去收了很多马 大家知道现在 其实在内蒙古呢 养马是一个成本很高很高的 一个一件事情 因为马这种东西 现在人们根本用不到了 完全不需要 我有摩托 我有汽车 我干嘛要马 又便宜又好用 又不需要怎么保养 马呢你天天还要去喂他 他要下小马 你还要去接他 下雨了 还要给他怎么样怎么样 就生病了 还要给他看病 就是其实养马 现在成本很高 又没有什么收益 所以养马的人越来越少了 当时我就去这个 去这个养马 这个蒙古老人这个 粘房 他现在还住在那个蒙古包里面 他旁边有 其实现在 大部分内蒙古的牧民啊 就大部分都住进了这种固定的房屋 因为第一个是草场没有那么多 就是养的这个 他们养的这些牲畜 也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他们就固定 第二真是固定的房子 真的是有很多 很多便利舒适的条件 但是这个老人呢 还住在一个蒙古包里 因为他觉得想要保存他的生活方式 这个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的生活方式不存在了 那你那个文化也就消失了 因为你是一个游牧民族 如果你不游牧的话 你那个游牧文化就消失了 就没有了 很多东西你都会忘记 或者这些后代的完全不记得 不知道 或者说有这么一个东西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或者说不知道怎么用了 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 就是 哎呦 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这样东西 就是我们是农民 但是现在 现在回去农民 那些种地的那些东西完全不认识了 根本不知道怎么用 也不知道说为什么这样用 就很多这样的东西 当时呢 这个人就 这个老人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哎 你知道这个蒙古的武处是怎么的 你对蒙古的武处怎么看 我完全懵了 因为我真的 我了解了一些 其实我以前拍了 我大概十多年前 也都去去内蒙古去呼伦贝尔拍了很久的片子 去拍当地的山河马 当地一个养马的老人 就是山河马是一个 哎我们就先岔开一下 山河马是一个中国当时 呃应该在呃 这刚解放时期 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马 他作为军马被养的 而且当时就呃这个山河马在国际的比赛上 是唯一的中国的一种马 这个山河马呢 是一个呃杂交的一个马 当时是由俄罗斯的马 还有蒙古马 蒙古当地的马 还有呃好像是英国的马 一起来杂交出来这么一种 一种马种 因为蒙古马相对比较矮小 但是他比较皮实 蒙古马相对比较矮 但是他 比较吃苦耐劳 那俄罗斯的马呢 好像是比较高大 什么之类 就是中和这个山河马呢 为什么叫山河马 因为那个地区有三条河 呼伦贝尔靠近海拉尔那个地方 那个地区是三条河交汇的地方 所以他的草场特别好 所以他们当时就在那个地方设立了这个玉马场 就在那里配出来这个山河马 所以后来山河马 一直以来是作为这个军马 然后来配的 那当然在后面这个建国之后就这个没有这个马的需求很低了 所以这个山河马就慢慢慢慢消失了 当时有一个很知名的一个羊马的一个人啊 他就给我讲 他说他知道一匹马喝水要喝多少口 非常非常可怕 我就想说 他就说你知道那个马喝水喝了多少口 我说我干嘛要知道那个马喝水喝了多少口 他就说哦 那个马一般喝水要喝72口 这个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因为他是养了一辈子的马 他对马非常非常熟悉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说我其实对这些还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和这个 当我真正面对这个铁蹄马的这个老人说 哎他说你知道蒙古的五处是怎么回事吗 我说完全不知道 后来我才去查了一下 知道蒙古的五处就是蒙古人 认为对他们很重要的五种动物 没有狗 牛 羊 牛 山羊 绵羊 蒙古马 蒙古骆驼 这样五种动物 所以现在大家去外蒙古啊 外蒙古有很多关于这些他们这种的旅游产品 都会有这种五处的玩具 关于这五种动物的玩具 因为他这个可能是他们真的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因为就是他们赖以为生的一个生产物质 也是他们的伙伴 所以他们文化中也很重要 所以就旅游产品很多这样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对蒙古的文化是很不了解的 所以前一段我看了那个 看了这个 那个纪录片 我们之前一个视频讲过的那个纪录片 女猎鹰人 就是蒙古文化中有一只就是在阿尔泰山那里 就是猎鹰玩鹰的 其实这个东西玩鹰这个东西 那个也变成蒙古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实猎鹰这个东西一直以来 就可能游牧民族都有这样的需求 那我们知道在那个 清朝也有很多玩鹰的嘛 什么八旗子弟就是玩鹰斗鸟什么之类的嘛 所以那个 那个人叫谁 哎呀一直写 对名世家就很厉害的那个人 他就是 他就是当时的满族贵族后裔 然后他写了很多 就现在还有他的书嘛 写了很多他这个怎么玩鹰 怎么训练鹰 前一段我还看他那个书 就说哦怎么去熬鹰 先抓来这个鹰之后怎么熬鹰 熬完了鹰之后 怎么再让这个鹰喂大 喂大了之后 然后去带出去抓兔子啊 抓什么东西啊 他每次出去放鹰 怎么放鹰 就是那个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 所以 玩鹰也是蒙古文化的一种 但其实我们真的对蒙古的就是这种 知灵片语啊就是 都是一点一点的 要不然就是觉得说把它归在所有游牧文 游牧的这个文明中这些 那前一段还有还有一本书 我看了这本书 这是在三连出版社的一本书 叫蒙古国际行 这个就是一个一个好像是宁夏的一个文物工作者 他去他和很多国家的这些文物文物采封队 我觉得应该是采封队 他们也不是去考古 去采封去看蒙古国境内的一些 人类文明的遗迹啊 我但我看来 这个更像是一本工作笔记和一些工作的散记了 但我觉得更像他更多的内容是讲说 中国文明在中华文明在蒙古国境内的一些遗迹 基本上是这样的 有考察了一些大部分是清代的啊 什么在蒙古国境内的一些遗迹 也有考察一些蒙古族当时的遗迹 但蒙古族本身的 本身的他们并不是很 很崇尚留下什么某样东西 或者说他们的文明并没有积累到很 积累到能够存留在那里 所以那部分就很少 那这本书其实也是很有意思 我觉得他 他从一个文武的角度 或者说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去看了这些遗迹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能够通过他了解一些 关于蒙古国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他欠缺的是 关于蒙古国当地人民的一些民情啊什么 或者是封土啊的一些一些记录和考察 还是可以看也挺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还是少了一点 这个封面做的非常 我觉得他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他的封面 哎呦我这个人太毒舌了 他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封面 因为他这个封面非常非常有那种 就符合这个题材来 包括他的字体设计啊 他的封面的图的选择啊 他的这些这些这个版式啊 他的纸的用啊 这本书做的非常好 这到底是毕竟是三连书店出的嘛 就是他反正这个这个做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本书 但是我觉得内容上有一些欠缺 那另外是关于我们讲到游牧文化 可能更多的现在能够看得到的书的 都是李娟的一些一系列 关于哈萨克民族的哈萨克的一些游牧文化 真正关于蒙古人的游牧 蒙古人的文化蒙古人的文明 真的我们了解的很少 呃 当时我就去还是讲回我去到这个 铁蹄马这个蒙古老人的帐篷 不是帐篷蒙古包 然后其实发现我们是很 他有很多的禁忌我们是不懂的 我们那里他们讲真的说有很多很多是犯错 但是他们现在所有的汉人都这样 他们也也也也就也就不管我们就不介意这件事情了 比如说你不能坐在他的这个蒙古包的门的门闲上 比如说他上面蒙古包上面有很多绳子 然后要怎么盘要怎么弄 比如说蒙古包进去要坐在炕上要坐哪边怎么弄 有很多的礼节有很多的禁忌 但是我们发现真的是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 所以我们或者说这方面的也没有人来媒体或者说是信息和材料都太少了 我们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游牧文明游牧文化已经非常非常的示威了 因为真正靠游牧为生的人已经这个群体非常非常小了 一个是时代的变迁 就是这个大家不需要这样做了 大家可以有更舒适的方式来做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也没有那么多的地然后来这样做了 有很多有很多因素了 所以说这个文明在内蒙古也好 在新疆也好 在西藏也好 都已经在慢慢的消失 大家在努力恢复以前的游牧的文明 或者说保持那个文化习惯 但是我后来去了一次真正的外蒙古就是蒙古国 然后才发现原来他们现在还保持着那种 原始的游牧的生活 就是说这是我们一开始讲的说 如果你这种生活方式没有了 你这个文化也会消失掉 但是如果你还保持着这种生活方式 还留着这种生活方式 还依靠这是主要的生活方式的话 那你这个文明就还会在持续 你这个文化还会在持续 它还是一个活着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对我的震撼非常非常大 或者说让我知道了很多东西的由来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那样做 好 关于我真正去蒙古国的一些经历 那我们在下一个视频来讲 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